嗨大家,我是微博文化的小編Jesse 今天我要介紹的童書是魔法動物學園 魔法動物學園是一系列非常常銷的童書 但它總共已經發行的實冊了 有著兒童版的哈利波特之稱 因為它非常逗趣奇幻的故事內容 所以深受大朋友小朋友的喜愛 也因此被翻譯成日文、俄文、韓文等等 總共十九國語言的版本 在全世界熱烈的發行中 那除了書本以外呢 在德國更被拍成網絡劇、戲劇等等 還有翻成有聲書 那在明年也就是2021年也會被翻拍成電影 可見這個故事非常非常受大家的歡迎 那接下來我就來介紹一下 故事裡面大致的內容走向吧 在故事中,東石學園其實藏了一個大秘密 就是只要你受到幸運之城的眷顧的話 就有機會得到一隻會說話的魔法動物 那所以在每一側裡呢 都會出現許多稀奇古怪的動物 像是你可能意想不到的鱷魚啊 或者是蝙蝠或是獵豹等等 你就有可能成為故事裡面的角色的火把 那裡面的角色呢 各式各樣 非常多元 那人類和動物的界線其實是非常模糊的 特別是人和動物 那麼他們的視角轉換 裡面的魔法動物言行居止 其實跟人類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甚至在名字上面也會有性別男女之分 那這本書打開之後長這樣子 那一開始會有角色的介紹 然後接下來呢 小說裡面也會有一些精美的插圖 那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故事裡面 天馬星空的想像力 它有一頭栽進了裡面的故事 然後彷彿是不是我生在裡面這樣子 那我也幻想著說 如果有一天我得到一隻魔法動物的話 我會得到什麼樣的動物呢 那我也會跟它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這本書非常推薦給 各位大朋友跟小朋友一起來閱讀 然後體驗一下魔法動物學院裡面的校園生活 一起加入他們的冒險吧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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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